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tChang頻道的時間 這集節目就是NetChang馬膽 每次賽事我都會選擇兩場賽事 選擇一隻馬膽和幾隻配角給大家參考一下 大家知道這個頻道是非常公平公開公正 每次我都會回顧上次提供的心水 中和不中都會回顧 上次第三場掌聲5.7倍贏馬 馬膽 這隻馬我猜是4倍多的馬 誰知其他馬飛數 異常強勁 令這隻馬回到5.7倍 我覺得這隻馬是挺好分的 4.7倍是挺過癮的 但有5.7倍就更加精彩 這隻馬膽無限美麗2.2倍 朋友的仁羅家英落飛落到 彭彭聲 贏馬 他就追上來第2 都好的 起碼給你一個膽 上次兩隻馬膽都得到 Q膽的作用 上次的冷卻 Patreon獨家的冷卻 領頭先駒就落底 上次的高出賽馬 都是落底 證明選擇 這次高出賽馬有三隻 預告這三隻都挺冷的 再說一次 高出賽馬 就等於他的名字 高出賽意欲 即是想出 想出不一定是薄的 想出可以減分 因為這幾隻尤其是冷門 大家要投注時要小心一點 分別是第5場的電玩勇士 第6場的碎碎金招 連歡呼 事不宜遲 講講 明天賽事 兩場深水 第一個場次選第6場 第6場馬膽選 再說一次 這次跟上次一樣的模式 選一隻熱門 很熱的 都挺熱的 馬膽 還有一隻 有分頭的馬膽 第一個場次就是熱的 下一個場次就是有分頭的馬膽 大家真的 要慢慢看完 第6場賽事馬膽選三個 就沒事了 沒什麼特別說 上次很厲害 初出那場 我覺得那場水準 不是特別精彩 但是 這場輸給手機 標霸這場就真的硬正 當日 當日我覺得 他這個場次 彎前鐵欄直到中外比較好 彎前沒有鐵欄 直路都走中外 沒賺沒事了 整程走回來 只是輸給手機 標霸 手機標霸 上次都是NECTURE馬膽 再升 再贏 那這些馬都 正正路路都 在前列回來 找他做馬膽 配腳選擇 這場馬的配腳 都是很難選擇的 我們選四隻 我兩場都選四隻 腳 兩場的腳都難選 第一隻 選擇 五武的金晉星 先說 上次 有些賺 上次他都賺得挺多 彎前鐵欄好 當日他就賺了一些 報速又稍微偏快 他又適合追 還要是麥杜朗 幸好這次是麥杜朗 報民希望不要削弱 那麼多 但是這次的檔位 會外移了一點 所以 在上馬 但是 你說是否去到 找入 前三名都不肯頂 但是 怎麼都要拖 第二隻配腳 我選 11號的 手錶之星 那這隻馬 前那場霍宏星那場 OK 當日他都賺的 彎前鐵欄跟前 這些都是賺的 回來跑第三 水準是OK 但是上一場就一般的 就休息了 現在又減了兩分 再跑 換了人 換了田泰安 不知道是不是 標系的那些 低班就給田泰安 高班就換人 不知道是不是有這樣的模式 就田泰安 拖拖他 第三隻配腳 我就選 9號的 昇和小智 昇和小智 前那一場 都可以接受的 前那一場 他的水準 他也有賺的 但是回來輸給金會星星 都彈掉了後面一點 可以接受 上一場周章 輸10個馬位 都不是跑馬的了 那一場九檔 這次10檔都不容易跑 看他去不去馬 但是要先拖著 先拖著 第四隻配腳 我會選 6號的年年歡呼 這隻馬是其中一隻高出賽二玉馬 他曾經在四班千四 的確是贏得很精彩的 這場 贏完之後 都搞了好多場 這次其實都是勤工掌 但是自己 我不知道 我都數不到他跑了幾場 你看這個 哇 真的嚇死你 現在 比起贏馬的時候 還減了四分 當然當位沒有那次那麼好 但是 拖著先 上這場馬馬膽 3號 傲遊武士 配腳選擇 5號金晉升 6號年年歡呼 9號昇和小智 11號手錶之星 在第2個場次之前 講一下我的收費會員計劃 有兩種 第1種是臨場 第2種是 賽詞 如果大家有時間找臨場 就要聽臨場那個 沒有時間找臨場 要賽詞買定的 就看場前的那個 首先講WhatsApp 臨場分析 譬如今天我可能是晚上 8、9點 會分享6場左右的 首選、次選、複選 明天每場賽事 開賽之前的 6至7分鐘 就有最後的首選、次選 孖寶、飛數 場地形勢、 連動態和頭處建議 講開 頭處建議 講一講上次臨場分析 就是細菲利 你們就會見到這些圖表 每場賽事 例如第一場開賽之前 6至7分鐘 你會見到首選、次選、複選 第二場開賽之前 開賽之前 5至6分鐘 你會見到首選、次選、次選、複選 如果我是次選、複選、 跑三、四甲那些 我不會放做三、四紅彩 你會見到 是有淡的 當日 臨場的頭處建議 贏了1,586個半 為什麼不太多 但是每場 我其實買 160至2 最多都是290 總之當日 有玩臨場分析的朋友都知道 也有些孖寶飛的提示 孖寶飛不是最好刻意告訴你 開賽前 6至7分鐘已經告訴你 這些馬會落飛 天火同仁、彪子、娘子 這些馬會落飛 都跟到 不錯的 進階的就是 林祥分析加星序孖寶飛通知 我每次都說了 上次有行中了一口孖寶 和一個單Win 打和或者稍微蝕一點 因為中了一口孖寶 這口孖寶又熱 但熱得來都升水 錢多多七倍 多氣神序3.2倍 二川一Win 22.4倍 孖寶派29.7倍 升水32.6% 所以大家如果對林祥分析 或者林祥分析加星序孖寶通知有興趣的 記住 WhatsApp、Facebook 或者YouTube聯絡我 去拿一些有關的林祥分析的訊息 第二個場次 還有Patreon 蔡前 蔡前 來到我的Patreon Snachsnach 超厲害會員 極厲害會員 超厲害 純支持 足球股票 股票的免責聲明 以及 有冷卻 獨家分享 極厲害 純支持 足球股票 冷卻獨家分享 以及所有場次 所有馬匹計碼的分數 都會放上極力會員 如果大家對 看直播計碼的分數 是非常之極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第二個場次選第八場 第八場我選一隻馬膽 有少少分頭 14號 龍城強漲 現在 我下午4點多拍就好像七倍幾八倍 我想 不長 六倍 可能六至十倍 這是很難猜的 應該不會去到很熱 這隻馬是 曾經表現得很硬正的表現 之前 這兩場跑第二 都是硬正的 但是 就是一般 當位 一般 飛數就軟弱 表現得一般 上次蔡明少這場 我覺得 都挺虧的 當然我覺得 彎前貼欄 好的 他 彎前二三踏就虧了 報速也不算很快 正正常常 有得追 他都撲上來 對著 東方飛行如有長驅 當然 東方飛行如有長驅 兩隻 升了班都一般 但是 如果你論這場 龍城強壯 虧了彎前貼欄 彎前二三踏 他都撲上來 我覺得這隻馬的能力 都不算太頑皮 這次又有幸 抽到二檔 換了首風大順 班德黎 找他做馬膽 有些賠率 配個選擇 一號讓愛高飛 上場都跑得好 唯獨擔心 中逸禮發揮這隻馬 未必是很對 雖然他前那場跑第二 但前那場不是很硬直 有賽事人心星 我覺得田太安可能 騎得好過中逸 但為甚麼 高東來馬房 冷冷冷 第二隻配腳 選四號安康曼尼 上次有飛 直路湧了一段舞 今次 換了布紋 熱過一場身 抽到漂亮的 拖拖 第三隻配腳 六號 勇霸龍 試襲浦 第四隻配腳 我選 十三號新強福營 湯普辛 連續配了兩次湯普辛 都走得近 這隻馬有能力 今次繼續湯普辛 減了一分 當位合理 拖起來吧 水場馬馬膽 十四號龍城強將 配腳選擇 一號讓愛高飛 四號安康曼尼 六號勇霸龍 十三號新強福營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和我的分析 如果喜歡的話給我like 讚我和分享一段影片給朋友看看 去宣傳一下頻道 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有什麼意見 都在頻道留言 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 都在這段YouTube影片下面留言 留他借借借的朋友 我都相當高興 大家多留點回覆 YouTube就會知道我一個非常好的頻道 分拍我的影片 讓我更多YouTube網民看 更多YouTube網民看 令我view數上升 令我非常微博的廣告收入 再增加了一點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最後希望大家和我的YouTube頻道 Nechang談賽馬 主要做一些直播節目 例如今早澳洲海洋馬 頭場 第一場都中了二十多倍Q 如果有聽就知道什麼事了 直播計碼 直傳足球投注分析 未完場直擊探賽馬 等等 還有你現在提及的Nechchang頻道 兩個頻道都按一按 訂閱 按鐘仔 按全部 訂閱我所有的新片 你都有通知 或是 notification 第一場就知道了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